画画和做艺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 是可以用一种灵活的带有自己的个性 以及创造性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和思考问题 对于我来说超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和艺术的风格流派 它很启发到我的一点是 它对于精神对于潜意识甚至人类非常本能的思维方式的挖掘和呈现 观看这样的艺术作品会感受到作品背后非逻辑非理性 但是潜藏着巨大能量的魅力 我没有特别去选其中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做回应 就是综合了解了超现实主义它的创作方式 比如它的机动绘画 机动书写 以及运用联想实验这样的方法为自己带来灵感 让一些潜意识或者本能的东西呈现在画面中 我的作品首先在物料和材质上有不同 我用的是中国的捐本和中国化颜色墨来作为我的媒材创作 此外我觉得它背后依靠的思维体系也会有一些不同 那么在我创作的时候我也有关注弗洛伊德 以及荣歌的很多关于炼金术的内容 非常有意思的是荣歌还有涉猎东方的神秘学的内容 那么这一点给我很大的启发 然后我会在我的创作中比如有一些占星术 周公解梦等等 那么这些内容虽然不会直接呈现在画面中 但是它对于我的画面组织以及可能作品的气质 会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